应郭雪福自招向花柄。坦言和李玉芬,宋米琴没联络。 郭雪福出席化妆品牌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803.23。 郭雪福今,23,日出席美妆活动,许久未在台湾露面的她,笑说有点紧张,所以胸口出现了过敏情形,还在找方法适应。 问及之前在大陆拍摄许多电视剧,录制综艺节目,难道还没习惯站在美光灯前? 郭雪福则回应,没有,所以我都站在旁边,偶尔才会语出惊人,但就是肯偶尔。 有媒体开玩笑称他这样像花瓶,郭雪福直率表示,我也这样觉得。超直白回答,瞬间惊呆现场媒体。 郭雪福透露,最近都在筹备新专辑,将会录制三首新歌,目前已经录好第一首。 问及除了恋唱,有无计划其他演绎活动。他表示,就是拍MV。 但因为曲风偏向真实的自己,动感,所以没有MV男主角,全靠自己演出。 许久未拍摄台剧的郭雪福,也透露目前有在计划,但一切都要等到唱片发行之后再说。 郭雪福出席化妆品牌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01803.23。 谈及Dream Girl,成员宋米琴怀孕仪式,郭雪福则说,我刚刚才知道。表示今天工作结束后,会传讯给对方祝贺。 近日成员成员之一的李玉芬也发行新专辑,郭雪福透露已经拼过了,也夸赞李玉芬情感丰沛,问及会不会传讯关心。 郭雪福笑说,今天工作结束后会传。 但郭雪福坦言与两人私下都没有联络,也不会分享生活近况。 郭雪福出席化妆品牌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01803.23。 郭雪福出席化妆品牌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01803.23。 新闻授权来源。 NOW NEWS。